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6月15日晚 在中印边境加勒万河谷地区 印军违背承诺 再次越过时控险非法活动 蓄意发动挑衅攻击 引起双方激烈肢体冲突 造成人员伤亡 加勒万河谷地区主权历来输入 印边防部队出尔反尔严重违反两国有关边境问题的协定协议 严重违反中印军长级会谈共识 严重损害两军关系和两国人民感情 我们要求印方严格约束一线部队 立即停止一切侵权调戏行为 与中方相向而行 回到对话会谈解决分歧的正确轨道上来 这个剧情已经上演太多次了 每次我们都是按照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原则处理的 而印度人总是过段时间就来试探一下中国人的底线 在中国这边受挫吃亏了 就开始向全世界哭天抹泪 控诉中国人又伤害他的脆弱心灵 受关注比较大的是2017年动脑危机 就是这样 至于更小规模的摩擦 那就更多了 至于印度为什么要选择在这个时候极划边境冲突 与两个指挤的因素有关 一是印度国内疫情相当严重 确认人数已经上升到世界第四 增长数量更是惊人 真是数量超越美国 我都不觉得奇怪 因此而带来的国内压力 造成的内部矛盾都在极化 印度这个时候需要通过制造外部冲突事件 转移一下国内的注意力 这点与特朗普 蓬佩奥的手段并没有本质的不同 而是美国在背后也发挥了一些作用 只不过是这次冲突 印度在今后的一段时间内 制造摩擦的频率都可能会提高 甚至在一段时间内会成为新常态 印度为什么会这样呢 更深层次的因素 内外都有 外部因素跟中国战略的调整 与中美矛盾的演化有关 中国近年来一直在西部加强布局 印度对中国的一带一路心爱是排斥与警惕 其中对印度刺激最大的就是中发经济走廊建设 挂达尔港已经开始运营 让印度心里很不舒服 随着中国国力增长 中国需要更大的外部战略空间 西部亚欧大通道必须要打开 这就跟印度的战略利益产生交集 如果印度心态能够摆平 愿意和中国一起发展 就跟俄罗斯的亚欧战略和中国的一带一路一样实现对接 那大家可以分享发展成果 那战略交集也会变得战略重叠 中国一直是这么希望的 但印度不会这么想 他认为中国这是在压缩印度的外部战略空间 威胁印度的安全 所以印度会不断的给中国制造一些麻烦 搞一些摩擦 从美国方面来看 特朗普于2017年11月提出了印度洋太平洋战略 要在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之间建立新的安全框架 要建立对中国从海陆到陆路的全面包夹 因为背后有美国在支持 印度又增加了一点点跟中国对抗的底气 从印度内部因素看 是不是制造与中国的紧张局面 既符合印度特殊的文化和国内整治氛围 又是印度维持一个国家想象共和体 持续存在的必要条件 印度在心理上是一个自卑又自大的国家 这与其长期的殖民历史与自身的文化有关 印度面对历史上的西方列强 内心是自卑和顺从的 印度的上层精英已经高度西化 且以西化生活方式为柔 但正如患上殖民地综合征的人一样 他们对自己国内的一般民众 对待自己周边的其他国家 又会有一种高而易等的心态 表现为超强的自大和典型的气软趴硬特征 这部分人决定了印度的对外交往方式 印度对外是呈现出一个实强凌弱的特点 周边的小国被印度欺凌的很惨 西京更是被印度欺负没了 西方列强的那些气软趴硬的风格 被印度政治上层精英学了个八九不离十 要是印度周边没有中国 还不知道会嘚瑟成什么样 面对中国 印度又是特别复杂的心态 面对从殖民地位站起来的中国 印度一直找不到一种合适的心态面对 中国体量不比自己小 所以欺负不了 但在心理上 印度又不喜欢客观承认中国的崛起 想维持自食甚高的心理优越感 又要面对现实的打脸 印度就经常表现一种很矛盾的心态 实力上不具备 就靠想象力来弥录 这种操作经常会让中国人觉得不可思议 不少印度人觉得 瘟买比上海里仙二三十年 我们觉得很神经 他们觉得很自然 印度类似的操作挺多 印度作为一个现实的国家 又让人感到特别魔幻 是因为它需要丰富的想象力 勾造一个虚幻的伟大现实 和辉煌的前景 让自己不散架 这种我们不太能理解的印度文化特点 恰恰是印度现实困境了一种映射 印度历史上并不是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而存在的 而只是一个文化板块 或者是地理概念 印度靠外来殖民强行捏造成一个国家 但为了分而置之 这个国家又被内部植入了很多矛盾 比如宗教冲突 地区矛盾 印度缺乏大一统的历史和文化 联邦只有制约着印度内部充满裂痕和鸿沟 需要不断增强国家这个想象的共和体 需要树立一个外部的敌人 塑造印度的危机来强化国家意识 通过强化来自外部的威胁 强化国家意识共同体 是很多缺乏统一文化的国家都喜欢采取的手段 中国人身边有这么一个邻居 小麻烦是找不了的 特别大的麻烦 印度暂时也没能力制造 所以会时不时的恶心一下我们 对这个国家 你不能一点不重视 但暂时也不能过于重视 前者是因为 印度毕竟是一个人口规模和中国差不多的国家 看地图又遏着印度洋黄金航线的咽喉 后者是因为 印度还没能力让中国把它作为主要的对手 中国还有着更强大的对手要面对 中国对于印度总是教育为主 成见为辅 1962年 那场令印度记忆深刻的反击战 也主要就是这个目的 打出西南部中印边界几十年和平 再占据几个战略要点 中国就基本实现了目的 毛主席对这一点看得很清楚 倒是一些自认为比毛主席还高明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总是不那么明白 现在在印度问题上 存在两个不太好的倾向 一个是过于轻视印度 一个是过于重视印度 过于轻视印度 就是把印度描写得过于不堪 令人感觉印度是一个充满各种愚昧现象 而又永远毫无希望的国家 对中国行物车丝毫的威胁 过于重视就是把终于矛盾的地位看得过重 认为应该集中力量 把印度比较彻底的解决一下 印度该不该解决 早晚要解决 但现在还不具备一劳永逸 解决印度问题的条件 也暂时还不成为一个紧迫的必要性 各种具体的原因就不罗列了 因为根本原因还是一个 印度还没有那么重要 对我们的威胁还没那么大 重力矛盾暂时还不是中国外部 要面对和解决的主要矛盾 中国是一个外部环境特别恶劣的国家 跟周边没有强国存在的美国比 这点就更突出了 光核武器国家 中国身边就有四个 存在着领土 领海争端的国家又有那么多 有段时间看看四周 似乎都有危机和挑战 周日矛盾 中印矛盾 这些外部的矛盾都客观存在 需要中国面对 但最重要的还是中美矛盾 环顾四周 因为美国因素 现在中国的外部安全压力 还是主要来自东面的海上 相比较而言 西南方向虽然因为印度 也面临一些安全的压力 时不时还有出现点摩擦 但和来自东部的安全压力比 目前还是处于次要地位 因为美国是中国的主要对手 中美是外部的主要矛盾 东部是中国战略方向的重点 根据矛盾分析法 在众多矛盾当中 主要矛盾决定着事物的发展 主要矛盾的解决 规定着这次矛盾的解决 所以抓住主要矛盾 解决主要矛盾的重点 中日矛盾和中印矛盾 目前都是受中美矛盾的制约 背后都有中美矛盾因素在里面 甚至有时候会成为 中美矛盾的某种表现形式 没有美国在背后支持 东边的日本和西南的印度 都掀不起来太大的浪花 印度和日本每次针对中国 搞出点什么动静来 背后也多多少少 会找到美国的因素 在中国的地缘政治问题上 还是要跟毛主席学习 要正确处理战略的主要方向 和次要方向 行中国成立之后 在较长一段时间内 毛主席一直把美国 看作是主要对手和敌人 中国的主要战略方向 是在总部沿海地区 西部只是次要战略方向 毛泽东曾经指出 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 这是我们的国策 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 当然也会基于一定的条件 发生转化 但现在 这种逐一导致 矛盾转化的条件 还没有出现 但另一方面 中意矛盾虽然还没有改变 次要的地位 但是在中国的外部矛盾的地位 是上升的 重要性在提高 这跟国际格局和中国的战略重点 在悄悄的发生 一定程度的调整有关 中意矛盾的地位上升 并没有改变 中美矛盾是主要的外部矛盾 而且从根本上 还是中美矛盾演化的结果 特朗普政府 已经把中国明确为主要的战略对手 遏制中国成了美国最主要的战略目标 而中国随着国力上升 也为了应对来自美国的挑战 也要做一些调整 从中国角度看 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重大战略 这与中国的特殊地缘条件 也是吻合的 中国地处亚欧大陆 历史上是一个大陆国家 又是一个西太平洋国家 有漫长的海岸线 又要面对世界 还处在海洋世纪这个事实 实际上 随着中国一带一路的战略实施 意味着中国的外交战略海陆并重的同时 也体现了为东西并重的趋势 几十年前 中国主要入力力只能放在中国的东方 而不能也没有必要放在中国的西南方 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发生变化 东部虽然依然是中国最主要的战略方向 但对西部战略方向的注意力明显增强 随着中国跟印度的战略利益冲突越来越大 中国应该越来越重视这个对手 而且印度内部发生了一些变化 也让印度更加值得重视 印度长期是一个地理概念 现在是一个联邦 但印度国家主义政治力量的上台 印度内部的凝聚力正在改变 现在印度执政的国大党 就是一个国家主义意识形态浓厚的政治力量 莫迪本人不但民族主义意识强烈 对曾经印度的种族暴力冲突事件 还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 而且还兼备宗教狂热和种族倾向 印度要解决国内松散的局面 国家主义可以发挥重要作用 历史上 得以支持如何从一个松散的众小联邦 合成一个有凝聚力的国家 主要靠国家主义 国家主义并不能解决内部的社会矛盾 更多依靠对外的激进 对外扩张战略 击化与周边大国的冲突 促成国家意识的国库 实现国内矛盾的转嫁 这就是我们不能过于轻视印度的重要原因 印度的税制改革 也是印度增强内部统一的一个重要措施 一个实现内部统一的印度 就会成为中国的真正对手 给印度的国家主义政治力量足够的时间 这并非不可能 对付印度 暂时还是要坚持现在的策略比较好 集中更多资源应对中美这个主要矛盾 印度发起条件 中国就要给予必要的反击 只要是掌握一个度 暂时还不能把中印这个次要矛盾 当作主要矛盾来解决 能够击退印度的军事挑衅和冒险就可以 等到中国解决好中美这个外部的主要矛盾 印度问题并不那么难解决 印度内部社会矛盾那么多 阶级冲突 民族冲突和宗教冲突都很严重 内部还有军事割据 卫部还有巴基斯坦这个死敌 都有很多的利用空间 对中国来说 一个分裂的印度才是一个最好的印度 否则以印度的尿性早晚要作妖 说到底 在印度真正的解决完上述的内部和外部问题之前 暂时还没有资格成为中国 需要直接以举国之力应对的对手